两年间,这部剧上线的消息一次又一次传来,本以为这个暑假又无法将见面,没想到直接淋浴肉空降开播,有顶流坐镇,就是有底气啊。 首播数据一飞冲天,热度直接吊打同期作品,肉搜一个接一个亮相,点开屏幕去漫天好评直冲眼球,剧情、节奏、特效还有浮华道,方方面面得到了观众的认可。 确实,肖战作为男一号实在是帅得超标,果然是顶流中的顶流,仙气飘飘与预告里没有任何差别,就连演技也全程在线,请古装男主都按照这种标准找。 当然,已经是央视大男主的肖战,几年前派的古偶当然没有任何压力,但,让我弯弯没想到的是,这部剧的选角确实太狠了,就算躲过了肖战,也能被当绿叶的30岁男儿惊艳道。 看来这短短的一个月都有好戏看咯,古装仙侠,主打的就是一个字,念。 与古瑶不仅念男女主,就连男儿都念得轻奇。 人家男儿,要么是无条件守护女主的痴情骑士,要么为了得到女主黑化残害男主。 这部剧里的男儿至冤方一轮史,却一点边不沾,不仅与女主没有爱情,甚至还是个勇猛善朗的人。 一,把女主当自己孩子,注定爱而不得,只冤是娇人,最开始的她还只是个被关在牢笼里的奴隶,拼尽一切力气想要逃出笼子。 这时候,她被朱炎仁敏世的祖母赤猪斐力救了出来。 从那时候,她就无药可救地爱上了赤猪斐力,可娇人和人类两个物种怎么可能善始善终呢? 她这一生,注定要爱而不得。 当时朱斐力死后,紫冤帮助新一代赤王平定战乱,由此获得了免死金牌,而朱炎对于她来说如同自己的孩子一般。 所以从朱炎小时候,紫冤就已经是这副母样,而且无怨无悔十几年如一日守护朱炎,所以朱炎才会将这份依赖物汇为爱情。 二,一代勇士惨死男主见下,预言中海皇归邪将会使空丧灭亡,而海国领袖紫冤又是一代娇人,石影肖战士误会骑士海皇,誓死要将其杀害。 紫冤无法解释,也无从解释。 在影视作品中,她作为男儿,是男主眼里的情敌家灭国的始作俑者,她必须死,只是个工具人罢了。 为了不让师父石影杀死紫冤,朱炎豁出自己保护她,又将自己对紫冤的情感吐露给了男主。 而紫冤,守护女主一辈子却无关爱情,她是护国勇士甘愿替海皇而死,她是整部剧唯一隔绝情情爱爱的人物。 看遍人间沧桑,在时间变迁中唯有紫冤的容颜不改,她经历了身边人一轮又一轮的灭亡,孤独地活在这个世上,迎刃一切委屈,拼尽一切保护女主,其实只是为了给男女主制造虐点。 表面上她死了,男主也死了,一命长一命。 最后男主被女主复活,为了其放弃皇位,厮守终身,而紫冤却永远倒在男主的剑下。 当其他古装剧中的男儿都有官配,或对女主倾心时,紫冤已经打破套路走上保家卫国,为爱义无反顾的路。 男娇然,一听到这三个字不少观众已经开始头疼了,要么用力过猛囊到眉眼看,要么一身肌肉依眉活硬整。 而与古瑶导演却并没有让紫冤硬拗男分雄词的娇媚设定,甚至演员方一轮的装造非常淡,一柳头发不让人厌恶,眼头的提亮恰到好处, 完全靠他深邃的五官撑起娇人人设,这个确实有点帅。 其实方一轮与肖战一样,都是爱豆转型,只不过方一轮的转型之路更为坎坷。 他曾远赴韩国当练习生,一M4M组合成员出道后,各自单飞,第二年回国出演了不一样的美男子,仅仅七番却靠颜值直接出圈。 2019年在爆款网剧爵士王菲中饰演波斯王子柳修文,赴黑门骚颜值却非常抗打。 二番人设不太讨喜,而且造型变化不多,这两条鱿鱼须有点多余,但在他的脸上又有了别样的韵味。 极度痴情的人设让方一轮小小出圈,他的演技全程在线,虽然只是不轻喜剧,他却全程在人物之中,而且还有一种破碎感。 九流八主中方一轮也是男二,他将李昭高贵的皇子身份刻画得淋漓尽值,表面纹固内心却是个纯爱战神,强烈的反差给整部剧增添了不少笑点,虽然同样是个工具人,演技却让人眼前一亮,甚至比男主更加出彩。 长歌行中方一轮是五番魏淑宇,人家男二都有官配,他却是懦弱又心狠,与女主为敌的孤家寡人。 他文质彬彬的形象与人设不谋而合,戏份不太多,可每次出场都能让弹幕炸锅,观众对魏淑宇真可谓又爱又恨。 除此之外,方一轮在古装带播剧《一念观山》中同样是男二于十三,虽然一头扎进古装堆里,方一轮饰演的各种角色设定却全然不同,在该剧里他是风流浪子,潇洒俐落,连眼神都充满力量感,由此男二又和丑古装剧里男演员录人脸了。 与古谣中方一轮还会与肖战有不少对手戏,两人在戏里立场不同注定不会成为好友,预告里的各种打戏也让人直呼过瘾,各有各的帅,不知道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。 转型已有九年,方一轮这几年才进入大众事业,对于他来说古装确实已经算是舒适圈,各种爱而不得的男儿也确实是和他本身的外貌条件。 只不过,已经三十岁了,无论是文戏中的情绪爆发酷戏还是舞戏里的打斗场面都能完美扛住,到底能不能凭借于古谣大伙,还得看接下来的表现了。 结语,不得不说蒋家俊导演确实是懂观众喜好的,于古谣的所有选角都非常精妙,不仅颜值在线且演技对决也非常精彩,让本来拍烂烂的仙侠师徒题材再次在古装圈里盛行了起来。 肖战人民两个看似不搭便的演员却与人设事配度极高,就连方一轮,王楚然,韩栋,曾里等人也如同原助力走出来一般匹配。 这眼光不是一般的好,前四集中时影与朱颜已经相识,后面二人到底如何变成师徒,又会经历怎样的虐恋,有点期待了。 值得一提的是,奔着肖战想追于古谣,看了片花,却被29岁男二号惊艳到老。 在看片花之前,笔着的目光一直都放在了肖战的身上,可是看了片花之后,却意外发现,男二号的古装也一样惊艳,甚至可以说,跟肖战不相上下。 鱼谷窑中的男二号,其实也是一个娇人,因为被女主的王祖母所救,所以一直守护着他们,女主在她的陪伴中更是对她产生了情感。 奈何芷渊对女主也只是爱无及无而已,片花出炉后,芷渊的脸临马就闯进了笔者的视野中,立体,俊逸,清朗又带着一丝抑郁风,简直就是美男子中的美男子啊。 说实话,我已经很久没有看到一部古装剧的男配角,颜值有这么高了,在当代古装剧浮化到被霍霍,古装丑男横行的情况下,芷渊却直接郡出了圈,出场就抓人眼球,给人以绝对的经验感,让人想要不注意都有点难。 据悉,扮演芷渊这个角色的演员叫方艺伦,是一位29岁的男演员,年纪其实同肖战差不多,比起肖战的儒雅,方艺伦的芷渊多了一些邪魅的味道,那种帅气,是真的独有特色,不得不承认,在看到方艺伦的第一眼,我真的有被惊艳到,不曾想,《玉谷瑶》这剧,居然还藏着一位颜值这么高的男二号。 有趣的是,芷渊的扮演者,居然还是迪丽热巴长歌行中的魏淑宇,那个一身正气,浑身散发着儒雅贵族气息的官家子弟,从魏淑宇到芷渊,方艺伦的形象反差还真的不是一点点,真的是越看越期待玉谷瑶了。 当然了,肖战的颜值跟气质是毋庸置疑的,但有了高颜值男二号的出演,玉谷瑶自然也是锦上添花,希望这部剧可以快点播,满足眼狗们的期许。 文章的分享就到这里了,你觉得玉谷瑶的男二号如何呢?